各位網友大家好 何太、何伯就想做生意做飲食業 香港做飲食業也挺難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知道的 現在又說招呼不好 又說鬼靈那麼吵 原來是 實情原來你真的服務要求多多 這次這件事又關乎奧偶 奧偶真是認真厲害 連這些半官媒之前也有點名 甚至大家熱烈討論 你這樣的服務態度不行 你趕客而已 要改改 你憑什麼還要加價? 食物又不是特別好吃等等 不同的言論 近期現在有人又去吃東西 就發現了 真的是賤骨頭 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用賤骨頭來形容呢? 接下來你就聽聽才知道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當然啦 奧偶 燉奶 炒蛋 軟近馳名 他本身賣的是極速餐 有人說極速也不行 要光速 對吧? 那個效率 其實有些台灣人說 或者有些遊客 不要說只是台灣 很多遊客的說法就是 你如果生活得不如意 或者你身癢 那天 這陣子太舒服 應該這樣說 太舒服了 感受一下 被人無緣無故罵到你一面屁 有些人說反賤 賤骨頭 你想試試 被人游輪 你就儘管試試幫人 有些這樣的言論 在網上 小紅書就說 有位港客 不是港客 港飄男 屬於內地客 是不是? 他在香港 不知道究竟是讀書 還是工作 他說第一次吃奧偶 有感而發 看看他有什麼 有感而發 他說 真實感受 香港餐廳遭遇 私逼事件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私逼 他就說 分享自己 光顧了奧偶 因為有事應 吹落單 他說差點開拖 所以你說 其實做飲食業 很難受 你想 拿100萬出來做 何太 你虧死你 不過不要緊 何伯說虧了 就有他 這些 幾百萬未開頭 有時候 我記得 老人家很喜歡 說這句話 你猜家幾百萬未開頭 那些錢 這麼浪費 不要 那時候 我們小孩子 買些玩具回來 不玩 不要 然後家人就罵 你家裡有很多錢嗎? 你胡亂浪費錢 買完之後回來 說不玩 下次不能買 那樣 對吧 你做飲食 後來 他改口風 說回到內地做生意 何太 隨便 其實你內地也好 在香港做也好 其實 飲食業是很辛苦的行業 其實不要只是飲食業 服務行業 之前 好像伍仔也說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你年中無休 你除了過年的初一 初二 初三 可以叫做休息 所有大時大節 人家放假的日子 你更加要做 為甚麼 因為要賺食 人家放假才出來消費 平日 基本盤 所以你不要想著 很過癮 有些人說 不是 你看那些都上了軌道 你上了軌道 你都上了軌道 你都要幾年了 你想想 可怕你都剩下 你現在都七十多 我當你算你還有三十年名 四十年名好嗎? 你人生 我不算你讀書 他說他十多年 十多歲的時候 就過來香港 不知道走過來香港 就是怎樣 他生活條件 一定不是特別好 那段時間都是捱世界的 你出來很辛苦拼搏 你拼搏了這麼多年 你都不夠好嗎? 所以人的事很有趣 究竟是甚麼罵戰呢? 我們看看究竟 這位港漂男竟然挑機 挑澳偶機 先看看他在說甚麼 他說當日他去了澳偶打卡 他說店裡沒有甚麼客戶 真的是這些 沒有甚麼客戶 七成啊 七成滿都說沒有甚麼客戶 其實呢 你看看你的標準是怎樣的 你說七成都滿意 人家那時候排隊進去被人吵 真的 很難不知是甚麼事 當然是否真的這樣 我們看報道 可能別人的服務態度好 我不知道 誰不知 看看這位港漂 他說他入座之後 有位女士認 馬上吃甚麼 走過來 我的椅子還沒坐亂 坐亂的椅子給你坐亂嗎? 這麼喜歡坐回家坐 很多人都是這樣 在香港吃飯有這種態度 給我感覺就是 聰明一點 過來吃東西 你要任務 你記住 在香港所有事情都有一個任務 你的任務就是吃飯 不是吹水 吹水回家吹 是嗎? 就是這樣 舉例 好了 就叫他們點餐 但是 我第一次來吃 不知道你有甚麼吃 事主就說 我可不可以先看看 通常大家都會有 先等等 或者先回頭看一看 好嗎? 但是那個侍應就已經 好像迫著他 看著他 拿著那些 一本寶仔 拿著一支筆看著他 他感覺有點生氣 為甚麼呢? 你不斷問我吃甚麼 為甚麼 是嗎? 吹吹貢吹吹吹吹吹吹吹 跪低了 真是吹那麼喜歡吹 好了 好了 這位事主就說 等等 我正在看菜單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吃飯也會 有時候一埋單 有時候有兩個人 有時候我下午去茶餐廳吃飯 吃東西 吃下午 我就看一看 他們通常有些茶餐廳 水牌在外面 今天快餐有甚麼 ABCDEFG 我先看一看 進去後 立即找個位置坐 然後就仰手了 那些侍應很聰明 立即拿水過來 然後吃甚麼? 說給別人聽 他快你又快 這就是香港的節奏 我們習慣而已 但是遊客不是這樣 你也要看一看菜單 好了 那就看一看菜單 好了 她說 這位女士應不以為言 更得寸盡赤 用粵語 不知道說了甚麼 幾句話 意思就是 想想想想想 走出去想想 你要想想 走出去想 這不是讓你想想的 為甚麼要想想 他覺得 這個事主也覺得 那位女士應說 你未想好 麻煩你跟我出去 想想好才走進來 嘩 這樣 好吃 好吃 你跟他走出去大喊 很好吃 你才好進來 這樣又不行 如果是這樣 是這樣的 有人說 你的嘔吐是這樣的 出了名 OK OK 好了 接著 事應那種態度 令這位事主很不舒服 他就說 立刻拼嘴 拼嘴 厲害 這些 有人說 上山多忠如虎 你遇上不太露皮 就拍桌子 那位港漂說了 回應一句 急甚麼呢 現在是投胎 趕著 趕著回家 這麼急做甚麼 這樣 嘩 接著 這位港漂 打算開球 來了 準備 指著他來罵 指著他來罵 啊 厲害 有一位上一年級的男士營 立刻撲起來 打完場 立刻拉走這個原來女士營 等等 阿叔來招呼 你不要 他怒氣 看到你起火 這位女士營 有些火 讓阿叔來 拿一些老油條 讓一些老油條來招呼他 這樣 當然了 有時候 你遇上一些 浪禮客 這件事要分開兩邊 經常說 服務稅 和客人稅 那怎樣應付呢 如果你遇上一個麻煩 撬口的客人的時候 通常有些是不懂的 可能有些剛剛出來報道 社會報道的那些 要不就哭 讓他罵到哭 要不就跟他硬碰硬 但有些經驗老到 比較老到的 就立刻出來幫你拆掉他 那些老油 你不就是讓他罵 大家最後要罵 你會不得到一個 有人說你不好 那怎麼就就去幫 pourquoi 你有這樣做生意 他主要是 大家也是找不到他 下台位 你要去看完這件事 便做得安踏 好嗎 沒問題 可以嗎 舒服手 有时候人类似的 你出去的时候 就像找出气袋 为什么你不尝试做运动 例如学打拳 跑步、跳繩、游泳 你把心中的屈结 为什么要吐到别人呢? 这个也是 所以整个风气就出现了 我吐到你,你吐到我,我吐到你 你做服务业的时候 我就吐到你 你放假的时候我就吐到你 或者看到一个好东西 有人杀过来送头 撞过来 姐姐今天很生气 就找你来开刀 有的 所以有人说你变态了 现在人们心理不平衡 这位上一年纪的侍应立刻帮忙 这位港票说 男侍应全程很客气 就算出现楼单立刻补和 帮他们跟进点餐 又跟他们聊天 又赞了这位事主 广东话说得不错 所以做人的事情 他们其实都很拥有这些老司机 大客来的 你看他 可能是来地过来玩的 我们要说好香港的故事 你不要跟他撑拼也这么行 一会儿放上小红书 我们红过河太 就糟糕了 是不是 大家都害怕 现在 有些东西 你一声吞了 你为什么跟他逗定 他在小红书上写几个字 我们就会拒绝了 下班了 陷阱 陷阱 你对他好地地 你跟他聊天 说到 为什么我觉得这位男士应 挑通眼眉 因为他说 这位事主 这位港票 就说男士应赞他 广东话说得不错 大概可能他本身 因为可能是港票 我不知道他是哪位人士 那不是地道广东话的时候 大家都立刻想起来 这些人就立刻醒目派了 说话不错 是吧 他明明别人说粗口 是很顺畅的 他就说 你不要走开 你歪了 那不是香港本地客 OK 立刻过去好招呼 你看到有时候 大家话头醒味出来做事 这位港票就说 他自己也明白 他说那天平时 你说香港服务业差吗 其实你看得到 他说 他也帮奥偶这位男职员说话 他说 只要像这位男职员那样 我都不会过来挑你的 那他就说 算了 他就说 推不推荐呢 他自己也说不推荐 他解释就说 不是要教别人去挑剔 或者跟别人计较 他自己补复 他也害怕 其实是的 看完这些 在小红书上 我也很担心有一个问题 到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样 学样 下来 一个不全赞的 你又拍桌 然后一直指着来骂 你想想那些职员也很惨 如果是很可怕的 如果是的 你无理取楼 每个人都有一样学样 原来现在靠大声就可以了 那你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一样的就是 大家有缘在这一刻看到的 就点个头 不是这样说 用粗口问候一下 对吧 说个嗨 说个嗨 就算了 要不要扯火 我又不认识你 你又不认识我 何必呢 互相谈倒垃圾 所以 好像这位港票 他自己也说 他反对一切是任何教育消费者的行为 他说 但是认为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该催促客人下单 我认识他有点耗命 他说他自从实现财富自由之后 一直秉承一个原则顾客就是上帝 洗钱就大了 我这一件事 我绝对不认同 什么叫洗钱就是大了 你说 喂 我是不卖菜的 我洗钱 我现在和你买筋菜 你回家帮我煮菜 什么不行 我给你洗钱 是最近的 你也无理取闹 他这句话又有点问题 我自己觉得 不是说洗钱就大了 我们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下 有一个合理的要求 或者我洗钱 你应该给我一些合理的服务态度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你如果抱着我进来 大股东西的时候 你不怪别人 你不怪别人对你不好 因为你乱来 你以为真的有钱大了 是不是 就是那种弃炎 这个我自己觉得 他说得有点问题 他说 店铺大了 狠狠 似着自己的队响 就是教育消费者 就是因为有些讨好人 讨好型人格的客人 总是不介意给店铺 才容忍了一种不良的服务态度 他最后就说 不管你的店铺有多大 味道有多好 只要我给了钱 我就是消费者 你就需要服务 而不是你教育我 这样说的 我觉得他有点对 我也说了 这些东西是互相辱成出来的 店铺服务态度不好 客串嘴 其实是大家互相影响的 店铺服务态度不好 店铺服务态度不好 我也觉得有问题 店铺有问题 但是如果 你去消费 你就抱着 大爷的心态 也会有问题 所以 所以 到最后我觉得 这位港飘自己的心态 那一刻 出现了一个 又是另一个极端 如果是这样 那我需要帮你奶 是不是 要跪低三跪九寇 当然 大爷 因为你都愚蠢 大爷 是吧 有人说 那你消费多少钱 一元都是大爷 那你就买了 神经病 所以 这个 我们要取回一个平衡 大家都要取回一个平衡 应有的服务态度 做顾客 国家都经常说 做一个文明的消费者 不是你那些 大爷心态的消费者 所以 这件事情 也可以教大家 心态 决定一切 奥偶也算 撿到生的 你看得到 你只要不是浪礼 那是够时候 你也要想到当年 经常说 那时候 那些烹饭 你走 你不是光顾 对吧 就是 在大头小的 没有光顾 那些 就被盘盆水 撥你走 走开了 过去 你不是说 进来消费大爷 你这些都倒乱 那些不是消费 是破坏 所以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 去做一个优质的故事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拜拜!